我今晚做腐瓜炒蛋 腐瓜炒蛋 我的小孩很小就喜欢吃 都是由炒蛋开始喜欢吃 吃到现在十多岁 这样炒腐瓜 出水的腐瓜是不好的 将它一开二 切薄一点 切薄一点 有这么薄切更薄 切完 切完之后 稍后用盐炒一下 放点盐 放了盐 盐 盐半个小时 将盐出碎 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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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一会 有些水出的时候 再炸水 好 这些腐瓜 十五分钟 腐瓜已经腌了 因为它切薄 所以 十五分钟都可以了 可以炸水 炸一下水 炸过水 腐瓜就不苦 口感也很好 小孩子特别喜欢吃 很小的小孩子都喜欢吃 切得要够薄 拿出水 这些是苦瓜碎不要 破骨砂糖 要吃饭 결과有点儿 炸一下 碎 用来炸一下 油 炸到碎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放葱花 我就不放了 现在开锅 先炒苦瓜 放些油 让它够热才好 放些苦瓜 放下来 放入冰箱 现在土瓜开始煮的色了 这一味菜是家常菜 经常都可以吃到 因为腹骨已经腌过 它是有盐的 所以不用再放盐 要炒到腹瓜全部转色 下来 淋开一下 腹瓜有很多炒到都嫩 我不喜欢太嫩 这样 扑开一下 让它 未熟的蛋 分开四分 让它凝结一下 火没有那么大 调小一点 调小一点 先将它翻盖 把它翻炒 好了 可以关煮 这样就可以了 胡瓜蛋很简单 烧到一碟 炒好之后 我喜欢放少少鲍鱼汁 放少鲍鱼汁